98歲的舅舅 也任總統府執政 明年就99歲了 你好好休息吧舅舅我的媽呀 前行政院長蘇貞昌林全 謝長平都入列總統府執政 總統府執政叫嚴智發 就小英之友會的員工就指控他 指控這個嚴智發性騷擾 小英總統任內的執政被指控性騷擾 然後向小英總統請辭 結果賴清德總統馬上把這個 疑似性騷擾的嫌疑犯 再回聘成總統府執政 你是把蔡英文當 當即將的是不是 不管怎麼樣啦 撇開這個蔡賴之間的 不管是方方面面人事上面 還有政策方面的這個競爭 他當時是因為 me too性騷擾事件請辭之政 你賴清德你馬上給他回聘 也不過一年的時間 這樣適合嗎 你再把他回聘回來 你是覺得他被冤枉了嗎 賴清德他聘了這個 總統府執政還有國策顧問 99歲的舅舅也任總統府執政 不是99歲 98歲 不好意思舅舅把你講老了一歲 98歲的舅舅 也任總統府執政 明年就99歲了 你好好休息吧 舅舅我的媽呀 然後余天也任這個執政 總統府新聘這個執政27個人 國策顧問73個人 前行政院長 蘇貞昌林全 謝長廷都入列總統府執政 賴清德高齡98歲的舅舅 基隆慶安宮的主任委員 童勇也出任總統府執政 余天也獲聘出任總統府國策顧問 然後呢 這個總統府執政 依據這個中華民國總統府的 這個組織法 執政不得遇30個人 就是說30個人以內的名額給你聘 賴清德聘了27個 國策顧問不得遇90個人 那所以賴清德這次聘了73個 差不多都聘滿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這個賴清德98歲的舅舅 我個人覺得98歲就好好休息吧 把這個名額給其他人吧 98歲 你還要 你還要跟他 你還要 就是要求他什麼呢 是不是 好啦來 但是呢 這個有一個名單 來 這個是非常 等一下我們先看網友的這個反應 賴清德聘了這個 蘇貞昌啊 謝長廷啊 還有什麼余天啊 這些人當資政 來 這個網友的反應 PTT網友 這我知道人大代表 合計100個人 人大代表 然後網友說 滿滿的狗官閩南老綠南 仇勇垃圾大集合 好不好意思啊 我要糾正這位網友 誰跟你閩南語 你不能閩南了 不能閩南 這個叫做 台灣台語 所以沒有閩南了 就是台灣 台灣老綠南 不能再講閩南了 因為閩南語也被證明了 所以閩南老綠南 請你證明為台灣老綠南 謝謝 好來 垃圾大集合 好來 還有網友說這個什麼 升官發財就走這路 亡下一百人 因為加起來大概一百人 但是 我在想啦 就是 因為根據 好像2010年有修了 這個總統府的這個組織法 國策顧問 還有這些執政 現在都變成無幾職 他們都是榮譽職 所以 不會說有什麼 給給薪水什麼之類的 但是 這只是 檯面上好像是這樣 其實檯面下這些榮譽職 頭銜很好用的 還是很重要的 大家還是很樂於 當這些什麼 總統府執政 什麼國策顧問 這些榮譽職 檯面下的這個 利益是很多的 好來 那這個有一個 名額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人 顏智發 他叫總統府資政 他在蘇貞 有那個CG圖 有那個名單 CG圖是不是 看得比較清楚 好來 鋼五 再下一張 好來 這個這個 好 來有一個這個國策顧問叫 呃 喔 資政啦 資政名單 總統府資政 叫顏智發 他在蘇貞昌旁邊 蘇貞昌旁邊這個顏智發 謝長廷 顏智發 蘇貞昌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位顏智發 好 2023年6月6號去年的新聞 顏智發 策告請辭總統府執政 他稱這個姓騷爾是莫須有 什麼回事呢 這個總統府執政 顏智發 呃 民國26年 民國26年 我的媽呀 好 被小 呃 被小英之友會前員工 指控姓騷擾 你真是老剛異壯 我的媽 好 他 民國26年生 好 他6日透過聲明表示 所謂姓騷擾是莫須有 他將全力配合姓平調查 啊 並 以向這個總統請辭執政 像 蔡英文 總統時期啊 被爆的這個 MeToo事件被爆性騷擾的這個執政 啊 他那個時候就跟蔡英文總統請辭了 啊 因為那個時候就說啊 就 MeToo風波嘛 就小英之友會的員工就指控他啊 指控這個顏智發 性騷擾 哇 真的是 26民國26年次的竟然還 竟然還會被指控這個啊 我也不知道要什麼評論啊 但是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 小英總統任內的執政被指控性騷擾 然後向小英總統請辭啊 結果賴清德總統馬上把這個 疑似性騷擾的這個嫌疑犯啊 再回聘成總統府執政啊 這個你是把蔡英文當 當 縮家的是不是 小英總統他都跟小英總統請辭了 你是怎樣 跟小英總統請辭沒有關係 我把你聘回來 他還不給小英總統面子了對不對 他那個時候一定是因為 總統是小英 蔡英文耶 小英之友會的員工 你這太爭議了啊 所以一定是蔡英文也是 也是覺得不好 這樣不好太爭議了 才允許他的辭職 那你就不要來當這個總統府執政啊 你好好回家養老好不好 結果 人家 蔡英文總統要他回家養老的這個執政 你賴清德去把他回聘 你這個太不給小英總統面子了 我都替小英總統抱不平 還好意思說你們兩個沒有心結啊 還好意思說蔡賴之爭沒有事啊 我們在旁邊吃瓜看了都覺得好精彩 好不好 方方面面兩邊都在角力 所以我真的覺得 就是說不管怎麼樣啦 撇開這個蔡賴之間的 不管是方方面面人事上面啊 還有政策方面的這個這個競爭啊 他當時是因為me too性騷擾事件請辭之政 你賴清德你 你馬上給他回聘 也不過一年的時間 這樣適合嗎 這樣不適合吧 他都已經跟蔡英文請辭 蔡英文也允許他請辭 就代表他不適合嘛 不適合當這個執政嘛 小英總統覺得他不適合當執政了 你再把他回聘回來 你是覺得他被冤枉了嗎 還是怎麼樣 這個法院的這個程序是 他撤告了是不是 他都撤告都沒有走法律程序 你有從走法律程序 但是你賴清德你是法院替他判了 覺得他是被冤枉了是不是 我真的覺得不太適合啦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輪會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Do Your Care